各位同学,又是星星老师和理讲宗史 今堂讲《不朝看湖融和的情况》 看《创族和湖族的融和》有两张书 一张就是这张,第二张就是《孝文的汉法》 重点是在《孝文的汉法》 但是要知道《孝文的汉法》 就要先知道概况大致上是如何 所以本书的安排就有北朝看湖融和的情况 看就看人,胡就胡人 而当时的统治者就北方 北方是说北朝 北方是胡人的 所以从这段诗里面 有些人说胡看胡看,不是看胡,看胡 看胡就以看人为中心 那就是胡看胡人的中心 但其实当时是胡人通治的 好了,概况 那怎么来的呢? 这帮胡人 首先,就是 他说是两行魏晋时期 居于长城外,北方的边疆民族 就不断向南迁徒 那为何向南迁徒呢? 原因就是北方生活困苦 因为冬,草原生活困苦 以及南方的经济好些 再加上生活困苦 你可能有走的原因大些 那南方生活好些 你去南方的原因大些 就是一个推拉理论 移民的推拉理论 如果读了一个简单 可能读过 于是他们就来南方了 亦都有其他原因 比如中原政权 就乱乱乱 就聘请胡人来帮忙 帮忙什么? 打仗 亦都可能是聘请他们 帮忙耕铁等等 于是这样的情况下 于是很多胡人 就居住在长城以内的 中国边疆的位置 当时的胡人 包括了哪些民族呢? 有兇奴 我用弟子笔会好些 先插上去 有兇奴 鲜秘 僵 低 兇奴 兇奴 鲜秘 僵 低 兇奴 俗声为五湖 后来叫五湖暖和 这五湖里面 我想大家同学 就特别留意 就是鲜秘 鲜秘 为什么呢? 因为 之后那一章 主要讲孝文对汉法 就是鲜秘人 就是我们那本书的安排 好了 其实有一个 令安民族很厉害的 低俗 不过课程没有了 那就讲 弗坚 弗坚就是 肥水之战 你中一 就可能会听过 好 我们开始 看待北方 胡族 内征的情况 好了 胡族集居于内地 开始于两汉 看潮的时候 胡族已经有去边疆居住 即是看潮的边疆 朝廷 使用姬微政策招护胡人 留意朝廷不是赶他走的 招护 即是招护他的 安抚他的 即是你生活不好 过来生活 这样 那就准许 合法地准许 胡人移居长城以来 好了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越来越多胡人 是入到中土居住 西汉文帝的时候 即是西汉初年 大臣朝廷 就建议招来胡人实边 即是保护边疆 因为胡人相对好打 东汉 东汉很多年之下 即是东汉 西汉就是文帝武帝 是不是 文帝景帝 接着就是武帝 这是西汉时期 接着就是黄网山汉之后 光武帝再次建立汉朝 叫东汉时期 即是一段时间之后 光武帝就是 在南匈奴 入河西的地方居住 即是南面的匈奴 入了中国的内地 即是中国的 所有内地都是在北方的面 即是中国土地里面 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开狠 今次就开发 开发边疆 可以看到 湖族城市区中原 是由来已久 也种下了 就是汉湖融和的种子 什么叫融和 就是本来是两个民族 明显有分别 后来慢慢变成没有分别 最容易理解的例子 就是湖人和汉人通婚 生个孩子就分不了汉湖 好 接着去到汉朝 忘了之后 就去到三国时期 即曹操那个时期 所以 你本书安排 就写曹毅 至到西晋 即后来就是 三国时期 即是魏淑吴 魏淑吴 最后结果 就是西晋 即是晋国 统一了 统一了 统一了之后 就变成一个统一国家 就是说这段时期 三国魏淑吴和西晋 魏晋以来 魏就是曹毅 晋就是西晋 朝廷为了加强军力 留意是军力 最主要原因就是 胡人好打 所以就重用胡兵 请爱援 自己中国人不够打 于是就请爱援 胡人内甲的规模 就不断扩大 即是越来越多胡人 就遷对中国的土地之上 当后末年曹操已经是有征召匈奴 南丁重军 另外 又将乌援人 編成这个骑兵 这些其实都是用胡人为兵 所以用胡人为兵 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政策 或者是很常用的政策 所以我选了胡兵两个字 曹操也是把人数日多的匈奴 分成五部 即是分开管理 方便汉人监督和管理 后来他的儿子曹操 曹操就是建立了魏国之后 多次把低人 僵人都是耐耐 招募他们为兵 都是做军队 当时三国士是要打仗 所以他们的军队需要就比较大了 好了 接着到西晋时期 先车前 居于中国的胡人 已经达到数百万 当时虽然大臣 建议就是 使用 但是朝廷没错 使用就是 赶他走 赶他走 就是 赶他走 那为何赶他走 你看看 当时 他转到萨阳其中一个人 叫江统 我初期读这段历史的时候 就觉得 朝廷也没理由 这个人知道 胡人危险 赶他走 就说对 这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当时我读中学的时候 后来读得越多 之后 发现这件事并不这么简单 其实是赶他走 其实是否赶到 当一个胡人 一个汉人 通了婚之后 生了孩子 那个孩子 是属于胡人的汉人 你赶不赶那个孩子 走 如果那个孩子 赶不走 父亲是胡人 母亲是汉人 那个汉人就留下 父亲是赶他走 即是赶到父亲 于是便出现了 拆散家庭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 你之前那些是合法居留的 你合法居留 现在赶他走 其实是否道义上都不对 突然这些胡人是帮你开发 即是耕田 即是耕田 又帮你做士兵 所以这些情况 如果那些时候 硬要赶他走 要造成很多民族仇恨 因为我去了胡人血统 我要走 所以其实当时 因为太多胡人 居住在中土 其实没有办法赶他走 没有办法赶他走 好 看看主张赶他走 那是江统 他怎么说 江统主张是 沙蓉的 就是沙蓉人赶他走 他说 关中土地肥辱 物产富饶 至古已是帝王 居住之所 没有听闻过 容敌居住在这里 好了 纯粹 就说 旧时都不是这样 跟着 这个就是江统 似乎这个都是重点 容敌与看族不同 必有异心 他觉得容敌一定会叛变我的 容敌是否一定会叛变呢 过往中历史 从由于汉人角度看 通常都有一些敌对胡人 最明显就是安氏之丸 安氏之丸 安氏之丸就是 安乐山叛变 因为他是胡人 所以叛变 他是胡人种族 必有异心的 这个唐朝 唐朝安乐山 好了 其实当时平乱的人 都有很多是胡人 即是打安乐山 有很多胡人 例如李光拔 好了 其实当时胡人看人 是否忠心 不能一过而论 即是不一定胡人 就是有异心 但是江统 当然 他要赶走那些容敌 赶走那些胡人 所以他就这样说 好了 江统说 如今应该做的事 是趁兵力强盛 令熔敌归附其本族 回到他们故地 即是赶走 这样熔敌和浸塞的子民 就不会集居 觉得安居的地方 他这个做法 似乎合理 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 因为你赶不到 你怎样解释哪些胡人 那些汉人都有困难 好 那继续去吧 好了 朝廷就不采立 皇帝是否愚蠢 觉得 其实都有很多问题 未必可以 在江统说一句容易 胡人人口 就不断在边境增加 即使关中 即是首都所在地 即是关中是长安一带 和首都的洛阳 当时的首都的洛阳 亦都是大量胡人的定居 令到汉胡接触 日渐频繁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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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注释都不讲了 下一个点 看一看 胡人分布 这个 胡胡分布 这个 说完之后 你都记不到了 山西 好 接着呢 就是 这个 鲜碑 鲜碑 就是粉红色的鲜碑 或者鲜字 好了 姜和堤 就在原来这里 所以 就是姜和堤 就埋在这里 哎 用黑色了 好 蝎族呢 都是和兇奴的附近 都是这张颜色 蝎族都是这颜色的 好了 这个图 大致上 让你知道 其实他们 已经是去到长安 接近洛阳的北方地带 这个黄河的 就是中游 黄河的中游 里面的地带 已经是充满着五湖 那么就 就 确认 地点呢 就 其实呢 就 各个时期不同 这些五湖的地方 就是会 就是 你看到不同 版本的地图 由于是 不同时期 所以 地位都有些差别 大致上 就 已经去到长安 了 和这个大概 北方的大片土地 都是湖人 聚居的地方 好 好了 接着 就 开坊 好 北朝 漢湖 用我开坊 西晋末年 即西晋就是亡 即是 五湖 就来半变的时候 当时 匈奴人 刘渊 就 反进 反叛 自称为漢王 到这个 公元311年 就 匈奴派兵 攻陷了洛阳 俘虜了淮帝 进淮帝 历史称为 永家之乱 好了 以前永家之乱 是我们 中学时候的大题目 永家之乱 就是 俘虜了淮帝 不要撈乱 很多人撈乱了 西晋灭亡 就是永家之乱 是错的 永家之乱 就是 俘虜了 进淮帝 好 进淮帝被俘虜之后 神民在长安 就容纳敏帝 三一六年 匈奴 攻陷长安 又攻陷长安 将敏帝又 俘虜了 西晋灭亡 所以 敏帝被俘虜 就是西晋灭亡 两个不同的 一个就是 淮帝被俘虜 就是永家之乱 敏帝被俘虜 就是西晋灭亡 而当时由于中原王朝 就是敏帝被俘虜 西晋亡 于是 在北方的胡人 互相独立 因为问题就是 当我是先卑 我服从这个汉朝 汉人皇帝 你兇奴 就现在说 做了皇帝 那我不服从你 于是大家 就各自独立 兇奴 先卑 僵 低 五个的主要胡族 都是先后建立他的政权 历史称为五胡宿国 就是前前后有十六个国家 这五个胡人 前前后就成立了十六个国家 好 直至到公元439年 都差不多一百多年了 先卑族的北魏政权 同一着北方 战乱就结束 好 在相对稳定的胡族政权统治下 汉胡族的进程很加快 令到各族文化交流 和互相渗透 即是 胡人和汉人的文化 互相交流 和互相渗透 你学我 我学你 于是大家分不了胡汉 最后 最简单就是 骑马射战 骑马射战这些作战技术 后来都是在汉人 都是常用的 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些骑兵 对吧 而骑马射战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向胡人学习 有胡人的风罪 好 好了 那 好 这里有一个资料 他就说 少数民族 国家便宜 从下 将自己的文化 不要 或者减少 那就是 服从 学习这个汉文化 那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觉得 汉文化是比较高一点 值得学习 就是跟从 B文化好的地方 就是学习好的东西 简单说 好了 那就 开始了 从十个国开始 在北方建国的少数民族 成为了统治民族 而汉人 成为了被统治民族 但是 在北方的中原的经济文化 就是高度发展的 就是文化比较高 好了 北方中原的经济文化 是有高度发展 而少数民族在建立这个政权 就面临本民族的社会制度 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 不配合 不适应和矛盾 不相适应和矛盾 他这样说 其实同学是不明白 究竟不适应 就是什么不适应 就是什么矛盾 就是什么矛盾 其实最简单 就是气候和地理环境 因为北方南方一定是这样 就是改变不到 北方就是草原为主 南方有河流有温暖一些 北方就是种东西是难种的 所以做畜牧业袍那些 就是养牛 养马 养羊那些 就好些 吃草就到处吃草 所以北方就是游泳民族 北方通常就是游牧 就是养牛 养马 而南方由于气候温暖 也有河流灌溉 所以农耕就好些 假设 游牧民族土地最好是草原 去养马 养牛 那农家民族 最好用来耕田 这样有矛盾 看看吧 如果北方的湖人里面 硬要将南方的土地 变成木牧 就是养草 就是养草 那气候不对 以及浪费了经济 因为你 这个畜牧业的成效 是没有农业那么好 就是农业的经济会好些 就是种了多些 畜牧业就是没有那么好 经济效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一个不相适应和矛盾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南方的生活里面 就应该要改变自己本身的文化习惯 就是游牧的文化习惯 而从事南方人的农间习惯 如果从事游牧民族的话 就通常是以游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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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到处走 就是每个部落到处走 有一个共主就是做领袖 在游掌打的时候 就叫各个游掌一起打仗 各个游掌是堕立的 其实这种的结构 就是游牧民族的结构 就不会走中一集权的 走不到的 但问题是去到农坑的时候 他没有游牧的 是固定居所的 固定在那里 就是耕田 你耕田没有移动的 相当情况下 就是走中一集权就好些 而走中一集权的角力是强的 因为当时的政治制度 中一集权是较为先进的 可以说 于是这样的情况下 亦都同样到 如果用游民族这种的 政治组织 在南方的使用 就走不通了 于是这就是不相适应和矛盾 于是这种矛盾 其实这些北方的民族 那些湖人都升得很辛苦 这种矛盾 令到少述民族的政权 没有办法在中原长期立足 而中原的汉人 又觉得政策都不合理 于是也有矛盾 当然也有很多中原的汉人 都帮胡人 但是胡人听多少 就见仁见智了 这些政权 迟或早 都要走上变而从下的道路 这个章学传 这本书所说的 迟早都要这样做 其实这就涉及地理的形势 即是南方的气候 地理是适宜的 这个问题很大 当然了 除了隆间还有其他东西 我还用隆间做例子 好 下面是个表 下面的表里面 就显示出 就是放大一点点 这个 五湖首国时期 就看户融和情况 他说 就是 一些少数民族统议者 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 在中原立足 于采用了汉族的生产方式 即是农间 文化制度 而使社会出现了汉湖融和的状况 好了 那有什么 胡人的君主 会愿意学习汉文化呢 例如有一个政权叫汉 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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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做到漢化 因为它已经有些基础 好了,接下来就是 盖范,为什么 湖汉融和会出现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 君主支持漢化 古代就是王朝政治 君主说了事 他说什么就什么 他推动政策 除非其他人就推回去 这些宛迷都要执行 北朝的时候,不少胡族君主 由于傾慕汉文化 想统治汉族 因为要统治汉族 你要识取文化才行 积极重用汉人推行汉化 例如北历 太武帝早就注意到 学习汉族典章制度的重要 即制度 你本来一定有制度 征召以路原 为首的余生出掌 朝政要职 其后就是 孝文帝进在政治 经济文化上全面汉化 这个孝文帝进在政治 这个孝文帝进在政治 经济文化上全面汉化 抗大了改革的规模 这些汉化措施 令到胡人深受 汉文化的分图 有利于汉湖的融和 其实他们的汉化措施 都挺全面 好听的全面 甚至是 但是夏文帝 令到鲜卑文化 是令到鲜卑文化萎缩 令到自己的文化消失 令到后来一半变 坚持鲜卑文化那班人不满意 好了 这里就说 最后期 于文泰的汉化 这个 只要是于文泰的汉化 有汉化有胡化 于文泰是掌握 西魏实权的权神 他明白到于上水德汉人的支持 就要拖人汉化了 他了解过急进的汉化 会引起先被人的不满 因为孝文帝就是这样 因此他一方面行这个汉化 参考了周礼改革制度 重用汉人 这些都是汉化的做法 一方面 又做了一些胡化的措施 我也是很重视自己本身文化的 用回鲜卑的福盛 当时夏文帝要他们全改 姓氏都要改 于文泰就不是了 用回鲜卑性 反过来 要汉人用鲜卑性 有功的汉将 如果你想朝廷重用你 你要改鲜卑性 在这种情况下 令到一些鲜卑人 觉得你也不是完全 消灭我们的文化 这个汉文泰 在这种情况下 就加快了 消除了两族的隔害 即隔膜越来越少 所以汉化就比较顺利 所以现在 一个文化的转变 都要考虑 本有文化的存在 下面也不说了 北朝胡族政权 崇尚汉文化的概况 第二点 湖汉融合 第二点 就是君主重视氏族 君主是胡人君主 氏族就是汉人氏族 即是重视汉人氏族 魏传南北朝时期 持续在社会上 持续有特殊的影响力 为了巩固统战 和加强汉化 两个目的 北朝君主 極力联络北方的氏族 鼓励胡人贵族 与氏族通婚 通婚之后 大家一家亲 便会帮忙 这班汉人 切碎都帮自己 令湖汉关系越来越密切 例如 夏文帝 夏文帝的汉法很严厉 要求鲜卑中族 与汉人氏族通婚 西日的淤文泰 仲用关隆地区的汉人望族 后来叫做关隆集团 似他们的胡姓 这种种都是君主重视氏族表现 两个实质例子 夏文帝要求中室与汉人通婚 另外就是淤文泰 仲用关隆的汉人望族 关隆 关隆 留于隆字不要写错 好了 接着 这个杂相 漢户杂相用和 即是丰族习惯 例如我们中国人用筷子 西方人用刀叉 这些就是文化习惯 饮食文化 好了 湖湖长期共处 雙方的经济生活 文化语言 风俗习惯的差异 漸漸消除 湖人千居中原之后 教育各种驾驭和牧养 牧养 生畜的技巧 给汉人 因为他们养马养牛 那些最擅长的 这是狐人 教汉人的 可以吗 狐人教汉人的 好 但是他有很多 胡人的食品 用具 服饰音乐 这些 就像琵琶 就是胡人的乐器 琵琶 现在都是中乐 好了 接着 北方的汉人 沾缘了胡锋 另一方面 就是 居于中原的 胡人和汉人 同样过着 隆间生活 即是胡人和隆间 他受汉文化的分图 是识汉语 改汉性 写汉字 学习汉文化等等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即是 汉人就学这些东西 学了胡人这些东西 胡人就学了汉人这些东西 都是胡人学汉人比较多 因为 两个文化比较 就是汉人文化高一点 令到 汉胡就占出一致 那些文化 胡汉差异 就慢慢消尾 即是没有了 令到中华民族 就一再壮大 即是已经吸纳了胡人 已经是 好了 后来就是 徐唐封盛的文化 在殿下的基础 好了 这里有一个招延伸 就是胡竹对汉人的影响 讲一点点 例如 就是生产技术方面 跟着这个记载就是 胡人用的牛马蕾羊等 畜牧自养方法 以及秀医术 相马术 畜牧产品加工术 如 毛尖乃 乳 即是乳酪 逐渐为汉人所熟悉 这些就是 胡人丰族 传入汉人那里 随着 湖汉集固 大量湖物 湖族也都在中人地区流布 例如湖床 可以摺的椅 汉人原本习惯 積地而坐 即是跪了 伤失了 这个積地而坐 其实就是日本人的那种错法 你可能会疑问 为什么日本人的错法 跟这个 这个魏晋南北朝的 汉人的错法一样 是的 因为日本受唐朝文化影响很大 唐朝的封习惯 全部都过了 很多都去了日本那里 日本到今天都依然保留了原本的封烐 所以是汉人这种搓的方式 好 继续 但是 樊床 荒座 座座座座 之后 汉人果仪是垂足而坐 即是坐椅 并促使去多高足家具出现 即是有脚的家具 包括了 醒床 膠椅 膠床 这个很明显在生活里面 食品方面 胡饼胡椒酒胡萝卜 我便知道什么 有个胡字都是来自胡人 最北方是渐渐流行 汉人都采用烧烤烹煮肉类 即是BBQ 用奶酪即是乳酪 为饮料的这些胡绿 最后值得提的是 胡乐胡武胡气的流行 对中国音乐和艺术发展 很有影响 当时是鲜碑 河慈 桑勒 西梁 高昌 天竹 与汉人的乐部 就是交相融合 即是互相学习 另外乐器 胡笛 琵琶 铜鼓 琵琶 这些胡人乐器 都传入中原 令到中国传统的乐器更加多 这一堆都是 看见到胡汉容华的证据 即是史词证据 接着有一幅图 对了 就说了这个 例如这个 北艺的 虎琴女俑 即是弹琴 看见到 看人的乐器 当时的看人乐器 胡人都会学习 好了 就完结了 这一堂到此为止 各位同学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